Sony的數位攝影教室 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Sony的數位攝影教室 我是蔣斯嘉寶 這次我將介紹Sony的相機殘明線 從入門到進階共分為五集 個別介紹不同幾具的相機與鏡頭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攝影器材 這是本系列的第三步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Sony A7 Alpha全片幅的系列介紹 而這集將介紹A7C、A7III、A7R IV、A7SIII A7C是第一台全片幅領域的入門機種 輕巧的機身適合輕盈盈的入資 單機身的重量含電池、基因卡僅重約509公克 而A7C的C則代表Compact A7C即是全片幅中最輕巧的機型 A7C雖然小巧但攝影功能同樣完善 頂部同樣維持了模式切換的轉盤與EV值的曝光調整 螢幕為270度的側翻式 頂部突出實體錄影按鍵 簡約的外觀與按鍵配置 值得而一提的是 A7C也是A7系列唯一擁有銀黑配色的機種 讓A7C瞬間多了有一種文清風的感覺 且搭配前陣子推出的新的定焦鏡型列 24、40、50mm 三顆的鏡頭體積與重量幾乎完全一樣 搭配A7C後整體的重量都不到700公克 讓手持拍攝變得極為輕鬆輕巧 A7C系列擁有優秀的錄影格式 像這台具備4K30p HDR的高通態範圍 與4HD的120p慢動作格式 相機本身就擁有五軸的放手震技術 讓手持拍攝的穩定度大幅提升 而強大的對焦技術除了人與物體 都能即時動態對焦外 A7C還能實現精準的動物眼部 自動偵測與追蹤功能 而全片幅的畫質與寬容度表現 都擁有大幅的提升 夜間的雜訊抑制相比APS-C的片幅 或者是1英寸都來得更好 且採用全新的NP-FZ100系列電池 讓拍攝的續航力更為持久 基本出門隨手拍攝的話 一顆電池就注意應付 所以A7C非常適合平時生活紀錄 並以可勝任大部分的拍攝需求 A7系列的全方位擊中 相較於A7C A7C更是保留了拍照方面的機身操作性 機身的握把處相比A7C厚實 像是這台A7C可以看到 機身上多了C1、C2、C3的自訂控制鍵 與多重的選擇器控制鈕 方便在拍攝時快速操作我們的選單、對焦點等功能 並且擁有雙卡槽的設計 可以同時插入兩張SD記憶卡 做同時的儲存 或者是檔案滿自動換卡 在一些重要的拍攝場合 或者是連拍場景中 可以確保我們的檔案安全性 所以A7系列較適合拍照方面的用戶 與影像工作者 而兩台都屬於較入門的全片幅系列 我個人非常推薦搭配Sony的原生24105G 為一機一鏡的組合 廣泛的焦段搭配F4的橫頂光圈 能確保不管是拍照或是錄影時 就算我們變換焦段都同樣能維持相同的進光量 鏡頭本身也擁有OSS的防手震技術 搭配A7C或A7III的五軸防手震 不管是錄影或拍照都非常合適好用 再來要介紹到A7專業領域系列 分別是拍照高畫質的A7R系列 與錄影高感光度寬容度的A7S系列 A7R系列的R是高畫素的意思 而這邊手上的A7R4 CMOS感光元件像素高達6x100萬 相較於ACC、A7系列 整整畫素高出了好幾倍的量 高畫素可以讓單張影像的後期空間 裁切都更為大幅的提升 讓我們在後製時 就是要放大我們的影像 也能獲得清晰畫面 並且在商業攝影棚內 不管是商品或是人像 通常都需要高解析的影像品質 來做細部的後期調整 並可將我們的照片 輸出成大幅的海報 或者是文宣也不會時針 A7R系列的機身厚度 手感相比A7M3又更為厚實好握 按鍵的配置都更為的突出好暗 並且手上這台A7R4的EVF電子觀景窗 解析度高達576萬點 相比上一代的A7R3高出了1.6倍 並最高擁有120fps的更新率 對焦系統搭載了567點的相位式偵測自動對焦 與425點的對比式偵測自動對焦 可以精準鎖定我們的被射物體 並且在昏暗或者是複雜的環境下 也能精準的鎖定我們的人眼或者是動物眼睛 另外因某些場合是不能發出聲響的 比如我們的音樂廳、專業比賽現場、電影劇組拍攝等 所以A7R4具備完全無聲的靜音快門 更可以減少我們快門對機身的晃動 使慢快門時能獲得更有效清晰的影像 並同樣可維持每秒10張的高速連拍 配備兩個獨立的USH2的高速記憶卡槽 可實現高速連拍不中斷 且檔案更安全的備份保存 所以A7R的系列身為拍照專業機種 就非常適合搭配Sony的G-Master大師系列鏡頭 GM系列可以說是Sony鏡頭最高品質的代表 如人像拍攝就可以搭配50mm f1.2 GM 以及135mm f1.8超大光圈來實現優美的散景 或搭配微距鏡特殊類鏡頭來拍攝商品 並且GM系列的鏡頭擁有差距的線性馬達 可以實現高速的對焦 而XA鏡片與Super ED鏡片 來確保全影像的區域都能呈現高解析度 且可搭配200-600G的超望遠系列變焦鏡頭 來捕捉我們的生態 拍攝時搭配動物的眼控精準捕捉畫面 與6100萬的畫素 後期能放大拆切影像提高成功率 A7S系列的S則代表錄影系列 目前像是A7S3擁有一塊1,210萬像素的CMOS感光元件 相比A7S3、A7C的2,400萬僅剩一半 但正式較低的話數讓A7S3在錄影的表現上 擁有極為驚人的表現 首先現在的主流4K錄影需要的像素其實只要800萬即可 所以相同的全片幅感光元件大小 如果像素越少 意味著每塊的感光單元可以獲得越大殼 每塊獲取的光線與質詢量就越多 所以讓A7S3在錄影時能擁有極好的畫質表現 來到夜晚或是昏暗昌景時 就更能凸顯A7S3在夜間的優勢 一般相機通常ISO超過6000的時候 雜訊就會佔滿整個畫面 破壞我們的畫質 而A7S3則能大幅將ISO拉至12800 都還是非常的乾淨 在有些極端的環境下 甚至可以將ISO開至最高達409600 能在超低光源的環境下也能獲得捕捉場景細節 A7S3擁有XLog3與HLG多樣的色彩模式 XLog3適合需要保留暗部細節的拍攝環境 而HLG則是適合要保留高光細節的環境作使用 A7S3最高內度可達422 10bit的色彩空間 能輕鬆在後期大幅的調整或還原亮暗部細節 而搭配HDMI更能輸出高達16bit的rolldown影像 來到相容的設備 A7S3也是A7系列第一台可拍攝4K 60p以上 來到4K 120p的機種 4K 120p能拍攝超高畫質的慢動作影像 在非常多的領域都能大幅運用高幀數的優勢 比如後期要做變速放慢增強視覺效果 拍攝運動賽事或高速移動的物體 並且因A7S3機身搭載了被動423的機速 可實現4K 120p連續長時間錄製也不會過熱的情況 總結來說 A7C與A7系列適合想要踏入全片幅領域的攝影用戶們 錄影的話可以選擇A7C 因為擁有的翻轉螢幕以及輕巧的體積 適合手持做輕盈的拍攝 而拍照的話可以選擇我們的A7系列 擁有較好的操作手感 可以快速的手動切換焦點與設定 來掌握每個精彩瞬間 而相對的 A7R系列與A7S系列 兩台的相機、拍照、錄影定位明確 非常適合專業影像的工作者 或者是有高需求的攝影用戶們 以上 所有的機型都可以搭配Sony系列的 原生G鏡與GM大師系列高品質鏡頭 獲得優異的對焦速度與畫質表現 相信能帶給用戶們絕佳的攝影體驗 下一集將是本系列器材介紹的最後一步 將帶來最頂階的設備介紹 以上 如果有任何關於相機、鏡頭的問題 都歡迎大家實際到Sony的門市進行體驗 全台灣也有非常多間的直音與銷售實體門市 也有專業的人員可以提供最好的建議 實際體驗A7系列全片幅的強大實力 再次感謝各位觀看 未來將會有更多不同產品系列的介紹影片 喜歡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關注Sony台灣的官方FB與IG 獲得更多新品的攝影資訊 我是蔣斯嘉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